我曉得看完這個紀錄片 大家待會可以提問 也許我先從第一個問題先切入說 就是你怎麼開始想到要為這些做影像紀錄 而且之前應該也沒學過攝影吧 是在誰的引導之下 然後怎麼在愛情然後生涯發展雙修的狀況之下完成這部片子 我先大概介紹為什麼要拍這部片 其實我對紀錄片就很陌生 我從在越南就不知道是什麼劇情片什麼紀錄片 我都不知道 我就反正好片就看就對了 然後就是因為 嫁到彰化那邊 就是第一任的老公在彰化 然後到半年 因為我的前部他不斷的賭博然後加冒 所以我才離婚 那離婚是戴嫂安奈 那時候他才一年幾 好 然後大概生二年幾的時候 離婚大概一年 就遇到現在的張部長 那 他剛好好像也只做紀錄片 可是因為剛開始我認識他的時候 人家說 金鴻姐很好啊 遇到什麼導演 可是我從來不知道導演是做什麼工作 所以跟他在一起完全不知道 因為就是 你沒有長分到所以我就去導演 所以後來慢慢來了解 然後他又去 開始在學校教書 然後他有一些做影片 學生作業來看這樣 那因為剛開始我們 剛認識剛教我 比較甜蜜嘛 那我都會陪他看影片 那我就會 有時候熬夜陪他的 那有時候就問他 好奇問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 不同的影片裡面 那我就好奇問這樣 那我 我大概慢慢生了解 怎麼樣是紀錄片的 那後來 我在想說 其實我自己的故事 那時候 還沒有真正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說 因為他有拍一部片 那個柬埔寨 好 我的傷害我也那一部片 那我說 那沒有比我可憐啊 因為兩個故事在裡面吵架 我想說 也沒有比我可憐啊 我當時會這樣跟他講 我說如果 我的故事的話 會更精彩 好 可是已經度過去了 對 然後我要跟他在一起 那怎麼辦 所以他說 不行 他說 不可以派你這樣 可是他會 他會隨時會幫我記錄 因為我離婚之後 我都會上家很多活動 那他會幫我 前面就是小孩 一些那個 很少的什麼 東東 蘋果那些 就是他幫我記錄這樣 那後來我才 跟 真正跟他在一起之後 然後就是 我們要轉到嘉義這邊嘛 然後就是 其實我三家這邊 他滿多團體的 就是 新港部員 然後去 去民雄國小去房聽 那我認知 其實主角大部分都是在 裡面包括我是五個 那三個就在我們家一線這邊 那我就認識這間巡姐妹 其實 我不是刻意去派的 是玉蘭有刻意派的 可是其他主角不是刻意派的 是我隨時 因為有一些畫面你們看得到 其實不是很完美的一些畫面 就是 平常紀錄活動的畫面 尤其是努力 所以我們都會 我的 我會 寫起攝影之後 我就很好奇 然後包括進學相課 我都會拿攝影機來 然後拿腳架去那邊拍我自己 這樣 他沒空我自己 或者我們姐妹也是一樣的 那後來到之後才發現 其實 在巡姐妹 她突然間都 想要離婚了 可是我剛好抓得到 她離婚之前的點 對 所以我才去想說 其實 後來我想到我在當畫面 其實很辛苦 就是很多人都看不起啊 說你們是外景新娘啊 來這邊都是要錢啊 幹嘛這樣 包括自己的同報也是 像我去當志工 很多人都看不起我 像我在同報也是 他們都怕我過贏她老公 真的 因為我腳也不是很醜 可是我腳也滿甜 可是不是說很漂亮 可是這種就讓人家 感覺很不舒服 人家就覺得說 你一定會過贏人家老公 尤其是你困難的時候 這是我去工作 老闆你也吃醋啊 突然就給我看書啊 你明天不要來了 我是怎樣 那我在 我們困難的時候 怎麼辦 沒有人去聯繫我們這種情況 所以我想說 像這群姐妹 她已經回國了 可是她也是在台灣的婚姻 那有人去聯繫她們怎麼樣 所以我想說 把他們的 就是回越南的生活上 把她記錄下來 然後可以幫他們轉達回到台灣去 就讓台灣的朋友 或者他們的家人 可以看他們現在的樣子 其實我先講 因為欣賞他們多 這是男性的 應該 我的不偏 真的不是真的要批評台灣的男人 我先講 真的你們不要生氣 因為我會這個很想遇到的 為什麼 因為我的影片沒有對比 沒有讓男方可以講話 都是我們女性的故事 所以我也沒有讓我特別的主角裡面 在批評台灣的男人 沒有 我拍的時候我都沒有訪問到這種情況 尤其是小孩 小孩她不會自己講的 欸 她 我不愛爸爸 或是我不想回台灣 這都是小孩自己講的 因為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 記錄他們很真實的生活 所以我不會刻意再講這個東西 好 好 那我先這樣子大概的介紹 為什麼要去拍這部片 那我相信你們就 呃 在傻的朋友 應該是會 所以有時候會接觸到我們的新移民姐妹 也許他們會有不同的問題 好 不同的狀況 那如果說大家有什麼 好 就是疑問 好 那可以問我 我所知道 我可以給你們知道的答案這樣 好 好 謝謝金佛分享 這段面前 跟你說 只是收集了很多 新移民姐妹的影像 然後後來發覺 都有一個共產主題 開婚姻 所以只要把這些影像做起來 那 開放觀眾包 我想說難得 大家會看到 然後我就可以在現場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們可以 多提你們的想法 你們更想要了解 我們的新移民 不用客氣 蓋罵妝媽 我就這樣習慣了 我都會接受 請問一下就是 你從 開始 開開到 over 你這段時間 經過多久的時間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你來台灣 剛開始 碰到最煎熬的 是什麼樣的問題 好 第一個問題 這段影片是從2008年底 到去年結束 然後到 剪一集的後製 到今年 剛好9月 就剛好9月 上個月才結束 應該上上三月 對 好 然後 我剛來台灣 其實 怎麼說 可能是比較 要 就第一就是 因為人生本來是 不管你在哪個地方 就是你自己的權益 你要可以 就自己有你的想法 可是因為我們剛來台灣 可能沒有辦法是 受到就很好的照顧 或是自己有 都不見了 就被壓迫了這樣 然後包括 呃 語言 語言對我們來說是 如果說我到這地方 家人都很支持我 都出來外面跟 跟社會 不同的人接觸 我們會學習會更快 可是我覺得 台灣人的觀念 我不是 你出去就學壞的 你不要搞掉 所以我們永遠都 學不到東西 然後講話都會怕 不敢跟外面的人接觸 然後 如果說我不敢講話的話 我就不敢去 沒有那個勇氣可以面對 包括我的小孩 我很想跟他的老師 他的老師 溝通 因為我知道 不是我的小孩 不同觀念書 那我就很想跟他聊天 或者要關心我小孩 可是我沒有能夠勇氣 或者聯絡不上 我要想要寫一些字 想要跟老師回應 可是我沒辦法 每天都會 都看到了 就 你也看不懂 只要知道那小孩的神經 還有那個什麼 講下 跟講下 好 就這個東西而已 這個最困難的 然後包括我們吃東西 對 就是沒辦法 就是因為有的 那個家人會讓你 因為我們都習慣是魚路嘛 那家人讓你自己願意煮的話 你就還好 可是他不願意的話 你就很困難 你要去朋友家煮這樣 然後你去的話 他們就控制你 對 就是你一過去 他們就繞一圈 你什麼時候回來 不然這電話會一直大 對 所以我們的那種生活 是完全被灌注的那種 就很黑暗的世界 不是那麼光彩的世界 好 好 好 嗯 接下來 我很好奇 如果重新讓你來過 你會選擇來台灣嗎 重新喔 現在很難判斷 會在台灣 是因為已經 十幾年在台灣了 所以你那個想法 你就很難去判斷 你到底要不要選擇來 對 因為你已經很熟悉 這個第一八分 你就跟越南的一樣 你就很難判斷了 真的 如果說 我都一直 學不來的東西 或者沒有那個機會 走出來 也許我說不要 對 所以現在我就很難判斷 我到底要不要再來一次 可是如果我的同報說 鏡虹很想去台灣 看我怎麼說 我說 看你自己 我沒辦法推薦 台灣不一定是很好 也不是不好 看你很笨 看你的命運 對我都會這樣直接跟他們說 嗯 還有嗎 有問題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要分享 我的那個九州他要去越南 然後我周遭也有 我反正也一樣是加暴風 而我的故事 你上面是說的還要七場 然後我的家人看不起我 我的兄弟姐妹一樣看不起我 所以我很能體會 差別再說 你們是領相背景 可是因為 我覺得 不要以所謂的台灣 或者是新移民路 我們都是地球一份子 然後我想試問大家 你們覺得那個紀錄片裡面 女人好不好 你們告訴我好不好 個性好不好 好 我相信你們都是跑 我告訴你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已經當初媽媽七年多了 然後我也是 有個那個家暴官 然後社會主 就是 跑得非常情像我們家主犯一樣 就是對於放過的一些感情 其實當初就是 有很多那個 現在是因為家暴法 他已經列入了警察們的業績的績 當初離婚的時候 警察是罵女生的喔 他就說 啊你們 夫夫夫這樣吵一吵啊 啊好啊 是你們好 然後他不會講理你 加上他覺得你是經營你的 我懶得理你 你可能那個講話我也聽不懂 我覺得煩你們 現在因為已經 成為他們績效的部分 我跟你講警察很遠遠色 甚至如果他太不跑 你可以去申訴喔 他可能就會就被記那個想過 他不能怕他的那個家裡什麼的 他裝你會裝出來 所以我很能體會 然後我想要講的是 同樣身為當親媽媽 然後就是家暴父母的心聲 然後我剛剛 因為我是從後面進來 我沒有從頭到尾看到 我想要講的那個 阿施跟精靈這兩個女生 因為同樣是媽媽我可以體會 阿施他把他的小孩子 就是放給他爸爸媽媽管 結果他跑去噴大鐘 愛香水 然後他上面不是哭的那個 李花 李花 百代類的說 我希望我小孩子會有一個爸爸 我不要被人看不起我 我要有一個工作對不對 結果他為了阿聰去借錢 我跟你講 不管是台灣 或是全世界女生都一樣 他只要一個 瞭解他的 傾聽他的男人 而已 就沒有別的 可是男生又用逃避的心態 所以女生就會覺得好委屈喔 然後女生就開始撈刀抱怨 所以有的時候 那一個女性變成槍 都是男生害的 所以你要多傾聽 然後呢 就是變成是說 嗯 從2008年金龍大海嘯之後 不管是新移 女生就是台灣的一些比較不好的家庭 你會發覺家暴案變多了 母婦吵架變多了 因為我那時候 我有跟那些 一些那個 私人的那個機構去談 其實那一年自殺的很多 我希望被壓下來 真的 嘉義也是非常多情 真的 因為那個都被壓下來 你們看不到那個事情 然後就是 很多女生 男生要 耐得住誘惑 女生要忍得住寂寞 因為她認為 我希望有男生愛護我 所以 可能這男生 不是很好的對象 不會選擇 非而孤我 你們 後面講 我們又跟家家暴官很熟 我們會聊 七成的女生 都像裡面的 那個個案裡的女生 都很乖 讓認分喔 那些女生 不會把自己打斷的 花招展 去夜店 或者去那邊逛 他們很乖 可是那些女生 就是得到這樣的待遇 所以好女生很多 好男生很多 可是 而且當親的女生 就是 當親媽媽不容易得到伴侶 因為很大多男生是想說 哇現在這個經濟那麼不好 我自己都養不活了 也許她喜歡你 可是她想到那個小孩 她就會討厭了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所以說 阿絲我覺得她之後 去哭致敏事 是因為她覺得 她有點看破了 她需要經濟的支援 女人也絕對 要經濟獨立 對不對 然後精靈的話 就是 她的小孩子 遺憲她為什麼會哭 我是認為是說 因為她之前 大部分都把她放在那個 越南 好不容易我來台灣 之後媽媽有了新的那個對象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 不管你 任她過得怎麼哭 她都不希望 把爸爸媽媽跑起她 然後在那過程當中 你可以跟小孩子 共放浪的話 你們會有那麼多敏感情 所以我認為 可能是因為之前 她已經長期的 在越南 好不容易回到媽媽身邊 她有一個新的 老實說 我們在談越南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 把心智完全放到小孩的身上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 以我這個媽媽的觀察 我覺得 她覺得愛 難免會被那新爸爸分割了 對不對 一定的 這是小孩的形態 然後我自己這個 我自己等她觀察 然後我是希望說 今天透過那個青鴻 就是紀錄片的導演 因為故事是需要大家說出來的 然後今天 我們大家所具體就在這裡 你會透過金鴻的分享 她的生命的歷程 然後我們大家看到 新移民的這些 一些的難處 然後他們的心聲 然後其實現在慢慢的 政府在這方面的資源 變得更多了 然後就是 我覺得 就是一些幸福裏程 必須要說出來 然後透過青鴻的分享 大家就可以知道 她們的一些努力跟辛苦 然後大家應該是 不應該分種族 然後大家都是 自己的主力的人們 大家應該都不持關懷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事 她的經驗很豐富 對她真的很棒 很豐富 其實剛剛聽到 你提到那個警察的作業也好 我覺得不只是她那個 我對警察真的非常滿 真的 真的 我從離婚 因為其實我離婚齁 那時候 我可以分享一段 小段就好了 因為我每次遇到家包 然後我打電話給她們來 她們回來 可是她們真的不屬於 然後進來看也不看 她會到門口 然後再喊我的名字 然後因為 其實我的 副家 跟警察是有關係的 她們是有關係的 所以她們真的不放我屬於 然後每次來 有時候晚上啊 來然後就 她說 欸我是爸安姐 然後她說 對然後她說 拿手機筒來看 欸你哪裡抽傷 我還是給她看 看看就懂了 欸你們家的事情 要好好溝通 然後沒事來都這樣 然後甚至我們離婚的那時候 因為我們是共同見母權的 就是小孩 所以有時候就是小孩 六日我會給 平常是我帶 六日我會衝過去 給阿公阿媽那邊玩這樣 然後後來 因為她爸爸一直 平常 一直要恐嚇我們 所以小孩就不趕回去 然後不趕回去 變成他們用桌的 就是長坡的 一看到小孩就桌這樣 那我就跑到警察 警察那邊說報案 我就算因為我小孩 被我前夫帶走這樣 然後他們給我在那邊 帶了兩三個小時 完全都不處理 然後一直跟我講 阿你等一線 你等一線 然後等到最後 兩個小時都不處理 然後我就默默地回家 可是有一次呢 我前夫報案 因為她想要小孩 阿然後她之後 我就沒有帶回去 因為我剛好 那時候我剛好就回家 禮拜六 然後上班 小孩在洗澡 我在洗澡茶 然後突然就聽到警察的聲音 她就說 小孩假見 然後她說 我是警察 你媽媽在嗎 你還好嗎 小孩說 我媽媽在洗澡 我還好 然後她說叫媽媽聽 然後我就call大聲這樣 然後她就說 你趕快回來 你要去你前夫家 我在那邊等你 你前夫報案說 你殺你這小孩 好 我聽起來我覺得 這個警察是很白目耶 真的 殺小孩 是你趕快去小孩的地方 而不是要去我夫家那邊等我 對不對 一個神經病的人 你會想到這個 然後他也只要逼我過去喔 然後我也很笨 我說過去 我帶小孩過去 然後我在他面前 我說警察 我的神經病還正常的 沒有問題 我小孩在你面前 他沒怎麼樣 那這樣可以嗎 然後她就很離譜喔 她就在那邊跟我聊一下 然後她先我的手 到我那個 我前夫家的一個走廊 到那個樓梯那邊 然後把門掛著 小姐 我跟她講 你離婚了 你把小孩還點價 你現在有男朋友 就還點價就好了 你幹嘛帶著麻煩 這個不是她的師吧 對不對 我覺得她講 這個讓我很佛大 我就不理她了 這是你離婚之後發生的 離婚之後發生的 反正她 反正一個過程 警察都沒有處理很好 到最後我的前夫一直 一直要恐嚇我 所以我要告她 然後我不要去那個派出手了 我去另外一個地區 我覺得這個沒有用 去另外一個地區 他們就會調回來做旅路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一定要調回來我們也 然後她就說 她調我去那邊 然後說小姐 你告你老公 你為什麼不照自己報案 你要去別的地方 我說你們有處理過嗎 我就很生氣啊 我說你們從來沒有處理過 到去別的地方啊 然後她說 我們不會這樣 你不要講那麼大聲 我們不會這樣 我就很火大這樣啊 所以我真的 對警察齁 後來我都在家裡這邊 我有一次興趣 必談多少開會 因為我們都有參加一些團體 然後我就很感激 就見她開車 然後被警察攔下來 就是高鐵站那條路有沒有 然後被攔下來銷樹 我不管她開 我就罵一頓就對了 就看到她就感覺得很不開心 不罵你知道 可是 有警察 不是 只是說 警察很懷孕 真的就是 你那麼久都在你肚子裡 你終於看到她 然後她這樣在你面前 所以就很火大把傳出來這樣 對 所以我對警察真的非常不滿 可是不是每個警察都是這麼壞的 我沒有辦法這樣說 就是 剛好我遇到都是不好的警察 那剛剛那個問題啊 我覺得前一陣子 我有跟我們的地區那個 移民署站的主任 談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姐妹他們 是不是沒有辦法離婚 沒辦法離婚的話 會對小孩的 在越南她是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請教她 這個過程到底要怎麼辦 姐妹要想離婚 回去已經十幾年了 然後沒有正確離婚 在那邊他們法律上都不公平 所以我想說 可不可以給他們一個資訊 在台灣要需要什麼呢 他們怎麼辦 那他們就給我回答說 你為什麼當初要嫁過來 你怎麼為什麼不好好處理 她是一個主任讓我很傷心 她是什麼單位主任 移民署主任 對 所以我就很傷心啊 我就說天啊 我就 就是我不懂怎麼辦 我才去教你 你不會就算了 你不能給我這樣返回來 你說 你為什麼不處理 然後他說 人家請你來花多少錢呢 那我們的人生要怎麼辦 意思就給你搞定就沒了 那這樣應該嗎 我覺得我對他們很不滿意 沒有啦 婚姻其實不是兩年就兩次了 不是說 如果今天我有能力 我爭取到離婚 我馬上處理了 我何必這樣走 然後就 後面就給我製造了一大堆麻煩 對 是我們真的不想 然後有人他跟我說 其實你們是一定跟我們台灣女性一樣 都是人 沒錯啊 我們都是人 可是 因為我的理想 我覺得說 我是一個氣泥泥 我來這邊是很孤單 很陌生 我沒有家人 我們都一樣 我們可以爭取 如果說假包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要一樣 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都一樣 都要有勇氣站起來 要爭取自己的權益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說 你們是新移民然後 一定要忍 是台灣女性的人嗎 因為我們沒有家 今天如果遇到家到了 要沒有跟誰接觸 然後又沒有朋友 那我要怎麼辦 難道我要一直忍上去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心比心 如果說哪一天 換著你們去國外工作了 你們遇到語言問題 或是變人上屬於問題 你們跟你們一樣情況 會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哪一國人都一樣 我們要互相尊重 互相照顧 好 就是我常去大學校裡面 跟大學生分享 他們就會這樣 那我就說 一樣 不管是怎麼樣的人都一樣 我們要互相尊重 那是第一 那以後我們要到國外 我們已經懂了那個 怎麼去江戶人 怎麼不尊重人民 才不會那麼辛苦 一直不斷地提醒大學生 因為台灣景氣又不好 搞沒有以後 我們的國外比台灣還好 那怎麼辦 你們搞沒有以後 很多人會到我們國家工作耶 你們要面對這樣社會 跟我們一樣 熟透 學習的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 會尊重 以後我們就不怕吃苦 真的 因為今天你懂了 會做人 以後你當某個國家一樣 人家一樣會這樣子 對待你 好 應該我講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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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用客氣